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约翰·科比当地时间14日表示 美国正在采取措施 确保黑海上空坠毁的无人机不会落入错误的人之手 科比就当天黑海上空核战机行动至美无人机坠落事件告诉CNN 在不涉及太多细节的情况下 我能说的是 我们已经采取措施 保护了我们在特定无人机特定飞机方面的权益 这是美国的财产 我们显然不希望看到除我们之外的任何人接触到它 报道继续说考虑到何方表态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拿出证据来支持其对所发生事件的描述时 科比表示 美国正在研究一些图像 看看其中是否有任何可能适合公开发布的画面 但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CNN称他还驳斥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表态 显然我们对俄罗斯人的否认予以驳斥 我认为经过一年时间 任何人都应该对俄罗斯人所说的 他们在乌克兰境内和周边地区所做的一切持保留态度 科比还表示 美国国务院因无人机坠落事件召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是保持外交渠道开放的好处之一 他声称在召见期间 美国务院向俄罗斯大使阐述了美方担忧 据媒体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14日 俄罗斯国防部就当天在黑海水域上空 发现美军无人机一时发表声明 俄方声明称 14日早上 俄罗斯空天军的空域监控设备 在黑海水域上空发现一架美国MQ-9 胡真机正在向俄罗斯国家边界方向飞行 飞行过程中 该无人机关闭了应答器 侵犯了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所设立的临时空域使用制度 所划定区域的边界 该制度已通报给国际空域的所有用户 并按照国际规范予以公布 俄后防部强调 为查明入侵者身份 俄防空部队执行的战斗机升空 当天9时30分左右 MQ-9无人机由于大幅度机动 导致失控 逐渐失去高度 并与水面相撞 俄罗斯战机在此过程中 未使用机载武器 未与无人机接触 并安全返回驻地机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